政策情況下大家也都是在良好的情況下 並對方所指稱的污染情形其實在現況下已經接受到改善 接下來是垃圾的部分 其實根據集會遊行坊本身活動舉辦方 他們就要去進行所謂的跟清潔隊或者是環保公司 他們去進行一個允諾事後處理 那這裡五方也有資料是 其實因為本身信仰本身地方情感連結關係 其實媽祖他們本身的志工隊 甚至是本身繞進民眾就會自己處理垃圾 而且也沒有如對方所說要花那麼長的時間環保志工 一個小時就可以進行 請趕快上邊上台資訊 請上台南的程序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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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幫助理也關於文化發展跟經濟發展 好,那請一個個來談好了 對於你剛剛說的媽祖文化記對於文化發展的規範 來討論一下好了 那我們都知道 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個你說文化發展跟海線發展的關係是什麼 可以請教一下嗎 嗯,你幫助理的關係 好,首先 媽祖文化其實在海線為什麼特別發達 就是因為傳統 不是,我說它跟海線的公文建設或是什麼的發展 這個文化發展跟海線發展的觀點其實是什麼 都沒有,你今天把兩個項目混在一起談本身就不對了 今天我們分 你方也知道我們想要分成兩塊一塊 是文化一個是精神的 不是,可是你要跟貼合這個海線發展比較 是,一個地區的發展 它不一定是實質上大樓的增設 日經的收入 一個地區的凝結情感 一個地區的安寧 越來越加強的情況下 本身的文化的促進 所以你方知道 文化凝聚這部分會有安寧安寧的自然效果 你方知道論證這部分嗎 當地情感的真相 那你方有論證嗎 都沒有你想要質疑的論證 我方知道 媽祖文化既對 媽祖文化是力大與必大 可是對海線發展到底有沒有幫助 都沒有要這樣看 首先第一個海線文化 傳統他們是捕魚隊 他們敬拜的媽祖 那到了現在 他們希望把媽祖當初保佑他們的心情 對於這個地區的保佑 他們除了第一 下一代的推廣 他們想要讓下一代能夠更進出於這個文化 甚至是 後載到沖牌 如果沒有這個媽祖文化 我們可不可以推廣媽祖 比如說我們進行活動 不一定是讓媽祖文化計劃 我們一般去拜媽祖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那這樣的話 對媽祖的信仰跟文化計的關係 是不是沒有直接關聯性呢 就現況來看我們只對文化計去做海線的這樣推廣 我方認為就現況下整體來看 它是的確是 不是我意思說 就算沒有這個文化計好 我們對於海線發展的媽祖信念 我們也是有在其他部分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 比如說神秘的時候 我們需要拜拜禁鄉或是黨禮 這東西都會有 為什麼跟文化計是完全根屬 你方便有論證這部分 呃不是 對媽祖文化計 今天討論的情況下 討論的情況下 可是那你方向請你舉出例子 不是我幫我只好奇說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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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我只好奇 文化發展跟海線發展的關係是什麼 哪一個關係 但我們現在考慮的第二塊好了 我公司認為我們也不需要這樣看 沒有沒有 沒有來看 第二塊 經濟發展跟海線發展的部分 你方說有錢就等於海線發展 是嗎 是嗎 確認一下 是吧 有有錢嗎 對 呃我們搶到的是一個經濟 對你方請認的是什麼事實 除了資本還有規模還有市場 這些都是經濟帶來的 那這些經濟對於海線發展是什麼關係 你不能單開說經濟發展就是一個發展 你看海線公共建設 或是它要回饋給這個鄉民社區 等等 因為是外地的資金進來 你總不能說我只給小吃蛋賺錢就好了 它對經濟發展是什麼 這是海市的發展 呃 都沒有你指的經濟的話 是一定要公對私 像是蓋道路這種情況下 可是你可能經濟發展 我非常好奇 你對於 你方直接是發展是分 經濟發展多過礦發展 那對於說海線發展 你方去怎麼去評價 什麼叫海線發展 就是只要對海線去海 就要發展嗎 就是如果有觀光客來 就在發展 還是你方是 呃 細分 呃 好 我先就經濟這一塊來去講的話 本身收入變多 進而去 它 我們不是當然只看它收入變多這一塊 然後就評論它的海 呃 就說這跟海線發展沒有關係 它是有 因為它之後會去影響 比如說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或者是促進 整個 呃 地方 整個 呃 當地回饋 這一些都是 你必須要有更多的錢 然後透過人的情感 然後這樣傳承下來 很好 好 那都沒有 那再往下討論 就是我方知道 你方有知道說 大家垃圾會霜 可是我們不難免想像 你帶來經濟的同時 就會有大家垃圾的破壞 對不對 那你方去 在這兩頭之中 你方去怎麼做全核的評價 去告訴大家說 應該要選擇經濟而不選擇保護環境 呃 首先 都沒有第一塊 這個環境的保護本身就可以做到 不管是 不是 呃 一開始的法制規定 第二 的確 當造成破壞的時候 實際上 這群繞進民眾 也是能夠回覆 我方知道 有經濟來的時候 就必須會有環境的傷害 在這兩種之後 你能不能去全核 到底要哪一種 那全核 呃 如果原本就沒有40億的這個收入 跟你沒有13吋 原本沒有結論的垃圾 不要花多錢 可能還有一些垃圾的傷害 你方向去告訴大家 在這兩種之中 為什麼要去選擇40億的收入 而不是選擇垃圾 都要保護本身之類的 呃 首先第一塊 進一步來講 今天這個經濟規模的產生 本身也可以有助於文化的傳承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退步來說 好啦 其實這些垃圾的製造量 不也是進階 造成了經濟的持長 工作就會增加嗎 謝謝大家 請反方二邊上台生日 請反方二邊上台生日 請反方二, termin下台生日 請反方二, pos著後 大家好,先討論一下今天正方所說的是 今天這個媽祖文化記所帶來對經濟發展跟文化發展 那它所帶來對於海線的發展實際上的影響層面到底是什麼? 它所帶來很多經濟上的效率說 他方所說的是可能會增加40億的盈利的一些 40億的盈利 但進一步先確認一下這些40億到底影響對於海線實際上的影響層面到底是什麼? 這40億有沒有一個什麼樣子的效果有助於海線發展? 它方有沒有進一步主政?沒有 好,那沒關係,那進一步確認說 他方所說的是今天透過媽祖文化記它可以宣揚媽祖這個文化 有利於媽祖文化的這個發展 那它宣揚這個媽祖文化它對於海線的發展實際上的層面影響到底是多少? 為什麼這就要有利? 那再進一步確認的是,今天所說的我方為什麼認為是利拿有利? 它的壁所產生的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環境污染,第二個是黑道勾結的問題 首先,因為媽祖文化記它所會產生一些垃圾量 譬如說剛剛資料新聞指出就告訴我們說環保局它在禁箱之後掃監已經清除了13公分之多的垃圾 也就是說環保局它今天製造垃圾其實垃圾量是非常大的 那甚至我今天要去清掃這些垃圾是不是也要畫出一份成本? 那這也是他方沒有進一步去比較說 你今天獲得的這些利益跟你今天付出的這些成本要如何去進行一個比較? 也就是說其實你今天垃圾是不斷增加 所以其實剛才知道也有指出保重的說其實你的PN2.5它其實會影響人類的身體健康 因為他剛剛所說的是可能人體本身就會有一些自然的一些可能可以排泄一些不好的一些廢棄物 但進一步確認是說其實今天PN2.5它其實是會影響去說它會吸引很多重金屬 那這些重金屬被人體吸入之後會到人體體內 那其實有些東西也是不容易排出的 就算只有短短幾天可能他方來講可能也是只有九天的一個繞進遊行而已 但是這些東西極少程度甚至它每年都有 而且這個是空氣污染其實它並不會因為這個活動一結束之後 那空氣污染就沒有它還會延續好幾天 它甚至有時候還會被譬如說機繃 然後甚至是摧襲 就是說其實今天這個影響力也不是只有他方所說的就是影響不大 因為只要有一點點這對人體來說都是有害的 那也就是說那甚至進一步討論到剛剛也所說的是 或者是也會影響到就是片2.5的影響太大的話 會導致這個老人失安症的問題發生 那或者是說在活動的過程中會有些退績疾樣 然後產生了一些受傷的問題 那再進一步確認說它方所問的問題 它方所質疑的是說今天黑道它對於它這個姿勢 也許它是造巧鋪路 但進一步確認的是說今天它方所說的是 今天它方所說的是我們要透過媽媽的化機要去宣揚這個文化 但同時是不是這樣這件事情也是被更加曝光 就是說其實對於社會觀感來講 對於這個事情的姿勢來發生的一些情況來講 其實也有關聯這個活動 就是以此產生的這個問題其實也會影響到這個地區 對於它大家對這個地區的觀感 也不是說就是堅持有媽媽媽文化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形象 但同時它是不是也會更加的影響 例如說今天你活動人潮多嘛 相對來講你發生案件的輸入也會比較高 那同時是不是其實這也是一個必害呢 好那進一步解釋說其實今天媽媽媽文化季 就是很多地方其實例如說 其實很多地區也有媽媽媽文化季 例如說不管只是大甲媽媽媽或是白沙豚 這兩個是對於海線發展就是我們今天好棒的嘛 但其實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推廣一個媽媽文化的時候 你就說你今天要推廣一個就是你把它包裝成一個媽媽文化季 吸引人潮來嘛 那例如說青島它這個地區它其實它現在開始 它也有媽媽媽文化季這個活動它開始推廣宣揚 那甚至說我們的高雄的岡山它其實也有媽媽媽文化季的一個發生 然後甚至說其實中國的一個美洲它其實就是在媽媽 就是很多地區因為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商機 他們剛剛也所說嘛 為什麼今天要推廣媽媽文化季而不是一個媽媽文化的流程 一個繞進的過程 就是因為政府或是當地的居民是因為透過這樣子的包裝宣揚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行銷這個本地特色 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但同時如果其他的地區如果也發現到說其實這是有利可圖的 其他地區也開始重洋媽媽文化 那這個人潮是不是就會被分散掉 甚至進一步來講說其實為什麼 甚至進一步來講是今天不應該更加定義說 這個我們應該把它包裝成一個媽媽文化季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宣揚這個文化本身 不應該要透過這樣子的宣揚行銷商業方式的手段來去進行 甚至它有可能會被其他地區所影響到 那進一步其實也沒有辦法達到他方所說的是說 如果今天媽媽文化這樣子的宣揚方式其實會促進經濟發展 那甚至其實他方所說的經濟發展也不全然都是正在對用 另一邊海海線的發展 這我要認同問題答應 謝謝大家 請正常一邊上台資訊 讓大家介紹 downloads 非常滿身的 我的土花 姐那就是 ori酒 在此時 剛剛林芳運一直有在講到什麼環境汙染的時候 就是有講到什麼垃圾跟空氣汙染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想要再強調一點的是 其實在前面的辨次裡面 我們已經就是打掉你們空氣汙染這一塊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告訴你們 現況下已經改善了 先確認你剛剛所說的那份資料的時間 到底是為什麼36月3號測到空氣汙染 跟馬土文化劑有關 先確定一下這件事 馬土文化劑 例如說你剛剛所說的是即時的 而且這應該是明日期吧 如果放其實這邊6月3號 其實你這裡也不是你指的那個吧 就是你現在發佈的是你那個遶境地區的即時空氣 其實是今天的 但今天也沒有馬土繞進啊 好 都沒有 那我們先進行下一個層面 這也是說其實他的那個空氣汙染的 都沒有 讓我說話 都沒有 謝謝 我們先進行下一個層面 你剛剛講到垃圾很多的問題 你剛剛說什麼 可能就是什麼 大家都不會去清那個垃圾啊 或什麼對吧 就是你剛剛聽到 沒有 沒有 這有兩塊 就雖然他已經有清少那個垃圾 但是那個垃圾已經發展 已經造成了 所以進一步來講 他如果沒有清的話 對於當地的生態法 進來的感覺會造成一塊 對方便 好 那讓我跟妳說一下就是 就是現在其實 就是其實像我方剛才前面 辯識也有講到就是 現在因為法規的規定 其實大家都會 就是自行清理掉這間垃圾 那這性重很多的狀況下 您方剛才剛才提到十三 十三噸垃圾好了 十三噸垃圾我算來 我數學可能不太好 假設一千公斤剩餘十三 一萬三千公斤 一百二十萬人 人次參加這樣的活動 每個人剪一點點就可以 很快把它剪完 也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硬核的時間就可以把它剪完 對 人家不是有沒有剪完 對 我說話 後面有 對 後面有 對 後面有 垃圾的汙染 你剛剛說有汙染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但如果今天我可以 我先把它丟了 我現在把它剪起來 那其他有什麼問題嗎 那路邊一直小肚死掉嗎 或什麼的 其實不會 對吧 好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到 我就已經回答你了 就是 垃圾這個問題 沒有像您幫說 有這麼高的避憾 好 那下一個就是 黑道 不對 我方今天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製造這個活動 吸引了這些人潮 大家一定說 原本在家裡煮飯食 但因為它這個活動 它只能買外賣 甚至它只能使用這些 免洗款式的方式 所以它進行促進製造這些垃圾 這些垃圾是被製造出來的 就算它今天已經被收拾好 對方便有 對方便有 可是你剛剛在身份的時候 你就只有講到說 就是這個垃圾問 你可以之後再解釋 我們先進行下一塊 你剛剛講到黑道的部分 你剛剛有說到什麼 什麼案件很多 就是其實 講到這個案件很多的地方 就是你剛剛其實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這個我們之後 我們下一步講 我們先講那個 你剛剛有講到什麼 青島崗三八祖文化基 那個說什麼 就是這其實也只是一種包裝 要促進什麼經濟發展啊 宣揚什麼商業的手段 對吧 好 那請問一下 青島崗媽祖文化基 跟剛剛媽祖文化基 辦了大甲媽祖正男公 那你們成功嗎 沒有 為什麼 聽我說 聽我說完 為什麼沒有辦法辦得這麼成功 原因就是 大甲媽祖文化 它連結了在地 它跟這個地方 有那麼深的情感連結 它智惠人推廣得這麼成功 就不是因為說 就是單純我媽 講說什麼 它包裝手段很棒或什麼的 相信大陸砸錢下去 一集什麼什麼節目也做得比我們 這麼豐盛很多啊 可是重點是 為什麼我們做得比人家好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深的文化 我們也很深厚的文化領域 那這個就是我們之所以 為什麼可以比人家更好的文化發展一個點 大家會記得大甲媽祖正男公 而不會記得什麼青島什麼神秘媽祖 這樣懂嗎 好 那再來是 我的問題 我就要跟你介紹 我剛剛問你什麼話講完了嗎 那你不要讓我解釋嗎 我先確認一下 立馬說 對 這不需要你 這部分可能不需要你解釋 那你要真的 對 都沒有 好 這是我回答您剛剛提出的問題嘛 對吧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您剛剛有提到就是 海鮮跟媽祖文化機之類的連結 您剛剛有提到就是 40億跟巡洋媽祖文化這部分 想要請方位解釋一下 就是剛剛沒有聽得很清楚 就是您剛剛第一點提出什麼 海鮮跟媽祖文化之類的連結 就是您剛剛所說的是 今天增加40億的商業 可能是促進台灣整理的經濟嘛 那對於海鮮的發展到底有什麼 實質上的影響 對於海鮮的發展到底有什麼 現在就是說 那這部分別有 最後沒有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今天就算有 今天假如說有 國外的商人來到台灣發展他們的事業 那他們在這裡賺了錢,其實他們在這裡賺了錢,我們也會適合台灣的經濟發展 為什麼?因為這可能會對台灣內部帶來什麼規模經濟,可能會帶來一些產業的向上的發展 那我們也會適合產業經濟的時候,為什麼今天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告訴我們說 它可能是來自於外地什麼,你為什麼要做這種割裂呢?這其實不正確吧,這方便有 我拿例證來告訴你說,其實這東西是不能被割裂的,你不能把它拆開來看吧 那我就以每週的直播給我 請正 好,請站上三面,這樣才是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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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首先先來把我方的論證命題的利益部分先解釋完了 首先在經濟發展的部分都沒有對我方唯一的攻擊 事實上就是有某一些外地上家會進來 那我方認為這件事情本來就很理所當然 那本來在人多的地方本來就有時候會有外地上家,有時候會有外地上家再次經營 所以這件事情我方並不覺得可以做為去破壞經濟發展這個論述的說法 他主題都說是一個很薄弱的小弱 因為東北友甚至也沒有舉證外地上家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這小弱其實非常薄弱 即便我用期望之來說可能各在一半好 其實還是有非常高的產值 所以我覺得經濟發展的部分我方已經論證成功 另一部分都要不要質疑的部分是在文化發展的部分 文化發展的部分它分為縱向發展跟很向發展 那很向發展我方沒有論證 我方想要論證的事情是透過這樣子一個正南宮的活動 讓媽祖的文化的能見度以及知道的群眾變得更多 它有點類似韓國K-POP文化的推廣 就是更多人知道這樣的文化之後 這個文化的理論跟它影響的範圍變得更大 它就是一種文化橫向的發展 而東北友也就是說媽祖有很多不一樣的媽祖是什麼 事實上我方這邊有一份資料提到 大甲媽祖的競香移居百年香歷史 這個競香會產生事實上是北港草天宮跟大甲正南宮25年前 開始進行了大甲媽越港的活動 意思是這個媽祖活動是具有特色而且很特殊的 而且也被列為世界三大宗教活動 所以這樣子的文化內涵我方認為是跟其他的媽祖有所不同 也是獨一無二的 因此在推廣這個海線地區的媽祖文化 絕對有讓這個文化更進一步發展的利益 所以我方認為在文化部分以及金錢部分 我方都有辦法去論證成功 所以接下來看反方對於Bi的論證 首先在黑道介入跟腳頭分爭的部分 首先在守直的時候我方已經跟東阿彬有講過 就是這東西事實上跟發展沒有直接關係 那就算跟發展有直接關係好了 事實上黑道介入這件事情也沒有辦法論證成功 就是在大甲媽祖繞境之後有更多的黑道 你頂多說原本沒有出來的黑道跑出來了 可是並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黑道的狀況變得更嚴重或是更多 頂多說它可能會出現 至於有什麼Bi害也沒有論證 所以我方認為這部分Bi害已經沒有論證成功 那再來下面的部分是環境污染的部分 那剛才我方的資料沒有解釋清楚 我方在這份資料是在大甲媽祖繞境的即時資訊 然後另外還有一份也是今年的資料 提出在兩個特別熱鬧的地方紀錄PM2.5的數值 一個是53一個是31 53跟31事實上都是在普通跟良好之間的範圍裡面 所以就今年來說PM2.5的量其實已經低到完全可以接受的等級 因為事實上另外一份資料要指出 大甲媽祖從大概十年前開始其實就有意識到污染這件事情 並且每年在逐步有意識的降低 那再者即便都沒有告訴我們PM2.5的時候前端也已經做過處理 就是告訴對方便有說其實這個PM2.5的量要長期才可以達到效果 在大甲媽祖短期之間所能達到的影響力很有限 所以最後都沒有目前留下來的東西 事實上只有可能有人受傷這一點事情 可是我方想要強調的事情是 這就是一個個人的價值選擇 就是我想要去參與大甲媽祖這樣的活動 然後我願意去花很多精力去幫忙扛腳或是強調這樣的事情 我方認為這件事情是極端合理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縱觀而言我方回到這場比賽的內容 就是事實上我方論證的力量基本上已經論證成了 而對方表論證的避害基本上都要嘛是沒有辦法論證到發展的程度 要嘛是它影響力或者是它目前可以對方表論證的避害 現況底下都已經被解決了 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說 我方認為大甲媽祖文化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更進一步我方想要再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代表媽祖這件事情 除了在金錢上面在文化上面的代表性到底是什麼 就是其實媽祖是一種台灣的本地文化 那這樣子的本地文化在大甲媽祖這樣的狀況底下 因為它很特殊的方式以及大量的人群聚集 它一方面讓國際更看到台灣的媽祖文化 也讓在地的人更加認識以及更加想要鞏固媽祖這樣子的文化組織 那都被我一直說這是媽祖文化什麼 可是事實上媽祖這樣的文化 特殊的文化不就是在台灣的海線地區所發展出來的 獨一無二的文化樣貌嗎 在各個地區的媽祖可能都會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文化樣貌 而大甲這個地方最好的就是 它發展出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樣貌 並且讓世界各地都看到這樣的東西 除了金錢上的發展之外 更讓世界看到台灣 更讓世界看到了大家 這件事情難道不是一個在文化上面 所以我覺得縱觀這個遍解 雖然在中段的時候也質疑說 這個發展到底跟文化怎麼關係 事實上發展這回事本來就是經由什麼經濟啊 文化啊適合居住與否 各項評估標準共同討論的 所以我方想要論證是在其他部分我方認為沒有什麼避開 可是在經濟跟文化部分 我方分別都已經論證成功利益的時候 我方認為已經足夠論證媽祖文化 對於海線發展力大於比 謝謝 大家請問我 大甲繞進時間嗎 都沒有讓我方解釋一下 我方是用這份資料組合 這份資料告訴你 媽祖起駕的現場狀況 現場數值53 51跟30 這三個數字 事實上都介於良好跟普通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方認為 已經足夠了 在今年的大甲媽祖繞進裡面 並沒有出現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這個程度 你們是怎麼分的 起駕的現場狀況 數值為53 這兩份實驗會一樣嗎 不是不是來 我方只用它下面告訴你的良好基準跟普通基準 我方有告訴你 0到50是良好 51到100是普通 那53 51跟31 都介在良好跟普通之間的範圍 它單位是什麼 這單位是 M3 美麗半公司 空氣品質指標就是M1 不是啊 這邊啊 M1啊 M1 然後C5懸浮微粒 這邊部分都有寫到 AQ1啊 這個空氣品質計算 就是用M1的模式來計算 事實上啊 在大氣科學裡面本身 就是主要使用M1這個形式去計算為例 那你方沒辦法承認說 當鞭炮濃音產生的時候 那產生的這個 瞬間會造成對人的事情才有影響嗎 4188 會產生 會產生 會對人產生影響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在使用一些方式去代替鞭炮了 像是 一些瓦斯槍 大多數還是鞭炮 您方可以認真 您方可以認真 因為我方已經 我方認為我方已經負起足夠的舉證責任告訴你PN2.5現在沒有這麼高 如果您方認為PN2.5還是很高 歡迎提出其他資料跟我方做對 我們這邊就 相同的資料 剛才的最高值 4188 我看到 最高值 就是一瞬間會達到很高 我方承認 可是長期到會影響 那幾天最高值會到4188 那平均嗎 沒有8.9天吧 我方已經告訴你在 這8.9天平均的狀況 大概都是53 51 31 這個複製 你一瞬間會達到很高而已啊 因為爆炸的瞬間一定會達到很高 您算出來有1788多 您方讓我方檢診資料 我方來發這份資料 好 所以目前是沒有這份 你方說的 媽祖文化線再發展 對海線人民 海線這區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正面提到的影響 我們沒有特別論證人民 海線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升了 文化發展提升了 能見度上升了 所以它的發展更好 我方是這樣論證的 為什麼一定要跟人民總要 從上關係 你如果海線發展 造福的不是人民 那你的造福是誰 就是造福 無論是造福各地上家 還是當地人民 它都是一種形式的發展 那上家是人民 不是啊 就是一種 什麼意思 住在那邊的人民嗎 我一定是住在那邊 我方舉個例子好 像拉斯維加斯那邊沒有主人 可是他的經濟發展會起來 因為他在那邊就是產生了很大的經濟成績 那邊的地區 我們就說那邊的地區 還是地區 沒錯 我方釋這樣論證 那如果還是再發展的話 那文化造成外力的侵化 那它的稀草性比較減少 什麼叫外力的 現在鋼山也有大甲媽祖 也有媽祖化季 像青島 大陸也有媽祖化季 這沒有很重要 那台北民生路 原本的廷若是現在沒有人 原因是 因為你家旁邊開一家麥當勞 可是都沒有 第一家麥當勞 也不是在台灣開 它是在美國開的 然後我們都知道 麥當勞是來自於外國的東西 對對對 外國你進來 那它還是一種文化入侵 那你為什麼它 這是文化變強氣 好謝謝 所以你為什麼去國外 因為台灣麥當勞 所以呢 因為國外的麥當勞文化 到台灣 然後台灣西化之後 這個文化影響到台灣人 影響範圍變大了 所以我們認為 這是一種外國的文化入侵 所以外國文化變強勢了 所以你認為麥當勞是一種文化 強勢文化 他在外面好嗎 照你這說法 大甲媽祖 他是強入侵其他國家 所以對於他本身 海憲法來說 他的文化被其他國家看到 不就是一些好事嗎 你剛才認為說被入侵是一種厲害 那為什麼他可以去入侵別人 他沒有去入侵別人 他沒有去入侵別人 只是別人看到這個的話覺得很不錯 就這樣而已 好 謝謝 那 這個 剛好沒有 我們這邊4月27號 所以在4月17號 我們資料比較新 他跟我們講PM2點5 沒有 這都是同一次的大 沒有 不同嗎 不同嗎 不是 我剛剛指的意思是 這應該都是同一次的大獎 平均是1494 這個叫西羅鎮 然後彰化市 繞經過期地區 叫1476 1476 如果在你們放鞭炮的當下 當然會發生 平均 那叫89天的平均 沒有 沒有講89天的平均吧 他說最高濃度分別在彰化市 謝謝 請反方三遍上台 ㅎㅎ 快做出來 先讓他無人 好 趕快 ש ש dang 中文字幕——YK